字幕提供 当然山屋已经完成了材料的吊卦 然后这个山屋是提供各位山友如果有台湾豪宜的时候可以避难使用 目前规划是15个床位 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是有一些风险 所以目前还是禁止山友在这个区域录影 完成了山屋组装之后 还需有一趟吊卦小怪手的作业 所以目前该地区到八海底也就是禁止入营的